王毅凯以实验中学学长的身份 回东兴国中分享给数字班的同学们 现在影片开始 你很容易你会没有看到 那那题就会 就是你只要没发现他那题要怎么解 你就不会答这个题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点 那因为第一届几何题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这届 所以你们这届呢 我相信几何题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遇到几何题 我觉得你们就多去想就好了 你们也不用刷题刷太多 只要把经典题每种题型都练一练就好了 好 我们先来练一个例题 没有想要来这一条 写题目吧 好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题答案是什么 好 我先问啦 脚A是几步 脚A总共是几步 95嘛 所以你只要把中间这个算出来 然后95减掉那两个是不是就答案了 这题其实我要知道就是EA F 我只要知道EA F 我是不是就知道答案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点G它是什么 重心 重心嘛 那B是什么 中点 B是中点 所以A G D会 共线是不是 好 我先讲到这 所以是2比1嘛 所以上面几度 上面几度 哦 三十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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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面是不是六十 那一开始说大A 那多少 所以答案是 B35 答对了 你们花了 你们花了这个时间还可以哦 不要像我 我这题这个时候卡超久 我幸好我就有想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何题 其实 这种开设简单的题目 其实有可能你需要想非常久 你们四个大脑 想很久还想到 所以这几何题真的要注意 因为它真的是有可能导致你数学没有A++的一个很可怕陷阱 然后现在我们来讲英文 英文这种东西从小培养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也很难及时补救 可是 现在距离会考还非常的久远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趁近再多看一些国外的影片 来吸收一点那种国外的知识 那我觉得 英文它会用绝对比考试重要了 那而且如果你会用 你自然而然你的考试成绩就会好 特别是音听 音听你只要觉得 你只要很有自信 你觉得是厉强 其实你很容易 你基本上的音听就不太很错了 那我先推荐YouTube频道 像这个smart 他们的影片 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练习英文 因为识绘量都不会太难 然后也都蛮有趣的 OK 那现在我要讲自然 自然科的三科生物 地科的理科 那生物的话 你请你不要错 因为很蠢 生物不要说任何一题 那种死倍的东西你来说 其实就很奇怪 那地科我觉得它是CD值非常高的科目 它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 占自然科将近四分之一 所以它但是CD值很高的 它内范围也没有那么多 就全部念过就好了 那理化就是很难的部分 我也懂 但反而你可以凑分一两题嘛 所以其实 你如果是生物的科 都可以把握主理理化 你也不用太担心 好 接下来我现在讲社会 社会很容易 对我来说就是往事 比较难题 那三科我跟你来讲 地理很诡异 历史很复杂 公民很从小 相信你们都可以认同这一点 那其实自然科社会 都非常需要投证 所以我强烈 我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制作自己的笔记 那像我就可以来看 给你们看一下 点击我的频道软件 这里 底下有一个Vlogger连结 点进去的话 这里有我 算是每一次断考 每一个学习 每一次断考 每一个科目的笔记 呃 非常多 这里是公民 然后还有历史 我记得我这里 历史生物什么都有 对啊 社会科 三个社会科 三个自然科都有 社会科 自然科 因为它的国的东西 都不太需要 要你们思考或计算 主要都是know how 所以我强烈建议 你们要制作自己的笔记 这对你们绝对很有用 大家 你们现在其实距离 会考 还有一段距离 趁现在就先做点笔记 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不做笔记的话 我会主动你拿到这张神级单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来讲咒文的部分 那咒文其实 就算你是会考生好了 就是你不是原曲生 就算你是会考生 你进实验你咒文 还是要拿到五级分 所以千万比较松懈 那有关于咒文的影片 我也有制作两集 在这里 呃 这两集是讲咒文的部分 ok 那就我来讲国文 好 刚刚看起来你们国文实力 应该都普遍来讲没有那么好 因为毕竟每一届的数字班 都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说你讲嘛 国文这种回事是太难了 那这算是我个人心得最多的一科 因为我像是我在 大概去年 还没谈会导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国文好像完蛋了 因为我一定拿不到一家家 那我就是 我一定会调国文 那我们努力干嘛 反正我也进不去实验 可是我到直到会导前一周 我会觉得我自己国文好像我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怪你的姓名字 你觉得我国文一定可以掌握下来 那确实 我最后也 基督全队 我只做最后一集 不管任何途径进到实验里的国文 一定要哪一家家 就是whatever course 你都要哪一家家 是没有容错的 那国文我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比型 第一种叫死倍 第二种叫短月策 第三种叫长月策 那我们现在看国文需要死倍的部分 首先有知音自行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准备 等一下会再细讲 那接下来还有知音与成语 这些东西 或许需要用点脑 但是对你们这些素名脑来说 应该在考试中判断一下 会太难了 那除了知音自行自义成语 其他的国决常识 不会有任何难度 如果你们现在模拟考 发现你们自己很常错 并非知音自行自义成语的 需要死倍的东西的话 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会讨难度绝对都没有那么高 你要听那些老师们的鬼话 其实会讨真本根本不会考太难 你别太认真 一提送他也算 国文分卡没有那么高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准备知音自义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拿到这一份 因为我们这一届也有 因为我们就是树里长 我们也不能干嘛 我们就仔细硬背 啊谐音啊 反正你背得起来就好了嘛 只要是对的 然后不要背那种太过于困难的东西 就会跑 其实根本不会跑那么难 然后我们就来做个例题 有奖品哦 记得 好来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回答这些 高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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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最后一题答对了 就受奖品了 有没有人可以答最后一题的 砰砰 反正就砰砰砰砰砰自己猜嘛 砰砰是对的吗 砰砰是对的 好刚刚谁讲的 来过来拿个奖品 嗯 嗯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继续讲 国文的 后两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讲所谓的 白话文悦 那这部分的时候 你题目能看多快就看多快 然后尽量用高速浏览把它看完 毕竟他们都会被我认为是水题 不值得你花太多时间 所以你文章尽量快速浏览 那我也会建议要画重点 这些你们博文老师应该都有讲过 可是 题目快速浏览 文章快速浏览 什么要认真看呢 这是选项的部分 因为选项我觉得要仔细看 那很多老师会跟你说 你先看题目你要去做的啊 这个我要强烈反对一下 我非常不认同这种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白话文阅读的时候 很容易它会让文章 或者是选项里面安排陷阱 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个选项 它上面提到可能香蕉 你就回去文章 你看到香蕉 你就把香蕉的写后文对下来 诶 选了 你很容易就会掉入线里面 所以我会认为 还是先把文章看完 再去仔细看一些选项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其实你的 写过的时候 你也不会写不完 对吧 所以时间也不是不够 你没有必要写这个感 这个白话文阅读 这个部分将会比较简单 那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觉得 自己难掌握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文言文 到底要怎么看懂文言文 那文言文大概是整份考卷 最难掌握部分 因为它就是很容易流失的 一些本数 那我这里有几个步骤啊 第一个是 你觉得要先找出 每一句的主词 主词很重要 这我等一下会再细讲 接下来呢 如果你发现 the following sentence 并没有主词的话 那它的主词 很有可能会跟第一句 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请你用 可能用圈的 把动词都圈起来 动词只要都圈起来 你就可以拿来 推敲整个句型的走向 接下来判断那些形容词 它们是具体的 还是抽象的 因为这会影响 你的文章 它是比较实际派 还是它是相对异象派的 那如果你前面四点 你都办不到 你国人真的他妈太烂了 那你看到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你站在初语题老师的心态 你想像你自己 如果是初语题老师的话 你会想要考这群学生什么 那你就选 最有可能的选项就好了 那当然那是前面四点 你都做不到的时候 你再到使用这个秘密武器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例题吧 呃 我听完好了 习人未见灵 吻常见者 临何内乎 见者 约哥 OK 好 请问分居下一段故事 或者在下段 你们可以回答一下 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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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刚刚谁提的说租的 他又是我 好 那是你喔 你第二个 你第二个 你喔 OK 好 那之下我们再看第二题 那你比较短一点 可是我觉得比较难 那边回答我自己谈 是什么 啊谁第一个 你喔 那一个 好 那这两题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他几乎每一句他都有主词 你看他有什么行为行 然后见者 接下来见者约 然后下一个 问者约 然后再见者约 然后再问者或然而解 所以他像这种文言文 他就是每一句都有主词 那他的难度就相对低一点 可是我第二个给你们立题 他并不是每一句都有主词 而且这题你一旦主词看错 你会完全选错 我们可以看到王柏惟萍江白石的词 他说 古今时年格调之高 无如白石 习不于异迹下落地 所以他这里讲的习是在习谁 自己 自己 等于说自己了 你再看一下 白石 他是说可惜白石没有在异迹上有力了 所以他终究不能与第一流作者也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有的 他以为是 他觉得是可惜王柏惟 他自己没有在异迹上有力 或是有些人可能会不会认为 是可惜古今时人不在异迹上有力 所以这里你看他第二局 他是没有主词的 这种文言文的难度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你绝对要先判断好 主词在哪里 你才可以掌握这种非常困难的文言文的题目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你们不要害怕悦如测验 古文会讨历就相信你们都写完了吗 因为刚刚那两集你们看点都没有看过 所以你们应该都还没有写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们写完之后 不妨把错题的答案涂掉 然后再写一次 你可以请你妈帮我 比如说对妈 帮我把我这里错了 所以我们用力的白涂掉 那我要再写一次 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很蠢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处是 你可以再检讨的是 重新回来看你之前不会什么 你的观念有没有导正 我认为这是在 阅读测验非常好用的部分 那你宁可少醒 你也不要不检讨 那外界人看的实验 或者你们之前看的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一群实验的学生 在实验室里面穿着实验 好做实验 那实际上的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那一页 配上一堆作业 一堆考试 一堆报告 就接受吧 接受他 这不管也没关系 这世界烂不烂 这玄学白开吞转弯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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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